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的問答環節 繼續有Stanley 說我們解答問題 早安,Linda,早安 Linda,遲了,我幫你問Royan,你能有甚麼Call 不過你能Call,現在這位才Call 我又不是那麼建議,Linda 好像很勇猛 一來,還有我不知道,我覺得這些用品股 其實那個升幅真是大 還有我覺得基本面是否真的可以支持他們 他們有這麼高的股值,我開始有跌倒 因為內地其實是,你可以在內地方面 是的,是見得到4、5月份的時間 他們的銷量是一個很大的漲幅 可能你說4月份,好像天貓那裏 你看李寧的品牌,那個銷售是多了8倍 但是下半年還可以這麼堅? 我就真的要 有無瀏覽? 是的,我一定要再看 好,早安,金鑑 我想問大家有沒有抽到新股? 是的,我才說 你們有沒有抽? 我抽不到 那我應該要恭喜你 是的,是一個好事來的 不是,沒有 是不是要走了? 我建議走的 因為我覺得新股其實不能爭取 有時新股就是說 如果大家想著都是貨如輪轉 可能新股上了市 然後見到它有錢賺來走 其實也不用想太多 就走了去 然後再將資金鑽一隻 就是鑽一些 但是你說今天和王 是大家猜不到的 是真的,真的猜不到的 我想之前大家也沒想過 和會不會這麼厲害? 是啊 今天有危險是和王 不是急嗎? 就是和王就不是這樣沒有的 醫藥股的板塊也是OK的 但是為什麼升得這麼厲害呢? 其實我前途上就是 這個真心的,真的都看漏了 就是本身因為它在紐約家庭所 英國那邊又嘗試 那你叫它那個叫做是 便宜了,便宜了很多 不是,為什麼呢? 它這幾天,它是 過去這五個家庭 它升了三成 兩、三成,沒錯,三成 所以變成為何它的價 今天一開出來那一刻已經這麼厲害呢? 其實沒有 追回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你不說好像英國、紐約那邊 我只是升幅而已,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這一刻你真的猜不到 就是猜不到它這樣可以 可以帶這麼多上來 但是追不追? 追不追? 不追了 我想要猜,其實就是這樣說 這次的賣點就是說 其實它有很長的圖案 其實我覺得 就是說,在某程度上 你說基本面子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呢?我開給你看,金金 不過你等一下,我要開給你看 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先跟它聊著吧 不如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先聽一下家庭館的電話 就可以了 我邊先聽我就找 今天我會沒看日子才知道 一位張小姐旁邊 張小姐早安 早安 早安你好 我抽了一隻內雪一手 放了它 還沒放 放了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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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說法 其實你抽了一手的話 其實說真的 好像500股 其實500股的話 我當你現在沽 都是要輸錢的 但可能你那些輸不夠水 因為其實這一隻 你說有好有不好的 雖然兩個水 應該現在現間輸一千元左右 有好有不好的 那你一手500股 變相之下 你那個叫 因為大家都抽 可能還有一手多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起碼你那個叫 虧損 有限 所以我答案的問題是 如果這次抽新股 就是說可以長放 沒有新股的東西 你可能可以放很久 但是 你去彈不彈 我也來不了 因為新股的股價波動性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是只不過就是說 羅薯的茶 由去上市 由去招股那一刻開始去計算的話 其實我都不是這樣幫它 所以我始終覺得它的發展一步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 所以就變成 你說這件事 我建議都是 走 但是你說你不走的 可能你等到去 你說可不可以 叫做去回家鄉的 沒有 你不是去招股 但問題是 你能不能這樣招股 我應該不再說 好啊 那張小姐你想想 這樣走不走 好啊 接下來我們有 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胡小姐 旁邊 胡小姐你好 嗨 胡小姐你好 早安 你想問什麼呢 麻煩我想問兩隻股票 是 我想問175到33元有貨 我想問什麼價錢 才可以交付 是 還有6690到沒有貨 我想問什麼價錢 可以買呢 6690就算數先 胡小姐 6690我覺得 那個勢還沒有好 借可以自駕 雖然我都buy他 但是問題是 始終去股價走勢 是真的還沒回來的話 就不要撐住 算數 好啊 那吉利呢 吉利就33元有貨 吉利 吉利又慘一點 吉利說真的 吉利又真是 但吉利無禍 吉利的消息其實是衰的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說他 因為他之前是科創版 他不回來 不是科創版 A股 回A他不回來 另外就是 他說可能會有其他的 用一些其他雜資的方法 那你說這件事 其實說真的 你這樣 我想他兩個都比較利淡的 第一 之前你看到他的股價 炒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他回A 但是現在你說不會 是不是 第二就是他有其他一些雜資的方式 但是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是否有機會配股 所以市場害怕是正常的 所以你說吉利 我一向來做的看法 都是比較審慎一點的 還有因為你想一下 他之前都說 他要駕駛一些什麼新能源車的發展 其實他回A集資 就是想做這件事 但是你說你現在 你又沒有一個回A集資的情況 迫著你可能要在一個途徑上集資 變相之後他的股價都是差一些 但是你說現在加不加住 不如如果你高位有貨的話 考慮一下 先拿著 但是不建議你先拿著 好啊 那就繼續拿著 黃小姐 今天晚上我給你看他的聯絡 這個就是 他的股價 英國那邊 他這五天的時間 其實升了兩成六 你看得到的 其實這五天的時間 是升了上來的 有沒有什麼原因的 所以可能就是因為 可能沒有 你說什麼特別的原因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香港這邊 上過價 衝了上來 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他這五天升了那麼多 變成你說你拉回一條數 你爲什麽今天這五天升那麼厲害 嗯 好啊 我們還有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吳小姐方面 我們馬上聽聽 好啊 吳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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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現在那個2318和386 我想問2318可不可以在哪個位置交貨 因為我在90元都有貨 2318就很捨 386 兩個四個月有貨 又可以在哪個位置交貨 麻煩你 兩天禮拜要加注交貨 說真的 先說中石化 因為中石化 你那支油股 我看法比較是偏淡的 都是一般般的 中石化就 它稍微好一點 起碼它的股價 沒有之前好像中石油 才會這麼瘋 中石化現在就比較黏一點 這些位置你加注 因為中石化有個好處 它的額額比較高 即使你這些位置加注也好 變相之下我覺得你的額額也能頂到下個價格的表現 所以你說中石化要加注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問題是平保 真的不建議你加注 平保的勢還比較差 究竟現在這一刻跌定了 我都覺得有機會都沒有 所以變成平保 我相信沒有加注 平保照真是要 說真的你有課 我知道你持範力高 吳小姐 但問題是平保這位加注 我認為是一個好的時間 所以寧願先等一會才會比較好 好 麻煩你吳小姐的電話 接下來我們有溫小姐的電話 溫小姐 問題是現在猜不猜好呢 那你32個多買又不怕的 現在又不是差很遠 還有因為這一堆的餐飲股 好像個勢又好一點 就變了你考慮一下拿著它先 還有9月9都 都叫這一排 你見它的價都打了一點上來 它其實都叫個勢頭強的 還有現在這些位置的話 如果你點個日子虧的位置 大概是29、30元的位置 你不穿那些位置的話 都暫時可以考慮一下拿著它 還有我覺得它淡穩上去 你的賣入價 應該就不難的 所以你可以等它的價 給回你的交響價之後 慢慢再扭一下 估不估都不遲 好啊 我就先等下溫小姐 看看大家問什麼 先問一下什麼 OnHorokXX 哦 是不是Horok 這隻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HorokXX 對 但今今期它不中 2013有課 我先問一下 你還不中啊 我都沒有抽真猜的 我沒有抽真猜的 我沒有抽真猜的 那先問一下 阿蝦 你有位先 如果你還沒問 17.7 我記得你昨天問 研究都沒有很遠的 話說回來 你說如果抽止蝕位 如果要設止蝕 它這一轉的時間 你見得到的 其實大概在這些位置 16.5 大陸的蓋子 16.5 16.7 到這位置都做止蝕位 對 但是你說這類的板塊 可能小律真的弱了一些 所以變了 你還是要自己小心 它們不像 它的模型 現在像一個 可能長分形的形態 你見到上面這些位置 真的好像 大概18個領域 位置都做得很大 你見到它之前的頂 都放不到 所以變得要小心一點 好啊 我們又有電話 是啊 這麼多電話 是啊 馬上看看 有謝先生 在旁邊 謝先生你好 謝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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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一下 中信股份 267 我剛剛看過消息 它在半年發營起 說賺了60% 是 那它 好像順利40幾億 那就是 養摩府計它今年 如果計它下半年 都是差不多的 多少倍PE 還有它現在的價錢 還整整買 它啊 今年也算是高高的位 不是 它今年是價錢比較厲害 但是如果你要計它 它可能要PE 我要花一點時間去看一看 但是 為什麼它的業績這麼厲害呢 它最主要是 它本身有做一些特幹 就是做一些幹 因為它本身的業務裏面 有很多範數的 那幹是其中一範 那如果以今年來計 一些資源類的股份 那它賺得厲害 合理的 它上一次是 上一次賺多少錢呢 270幾億 它現在賺六成 大概賺三百多四百億左右 那下半年我當它假設 都是彈回一樣 就是大概五六百億左右 那它好像現在市值 好像是二千幾億 先看看吧 那這都是計算的 現在二六七 現在它那個 很緊的 你都算出來 二千四百幾億 差不多了 大概都是五六倍左右 但是這個股份 又 你說五六倍 是不是很抵呢 就兩體了 因為它現在的PE都不是貴 它現在的PE都是四倍的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可能都可以下回四倍 三倍 四倍 鬆一點 但是 這個東西是為了提PE的 為什麼呢 它本身有很多金融資產 就是它拿著很多 可能是中間證券 中間銀行這些 其實它有很多範疇拿著的 只不過它這個小是OK的 因為它有些資源類的資產 那些是對它的股價是有幫助的 不過這一隻就是 就是中送股份 是很惡玩的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玩的 所以這一隻你自己想買的話 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這些真的要自己看 可能你說當百元左右 做指示位才這樣 好啊 麻煩謝謝先生電話了 好 由上面開始 九七三 九七三 歐書單25.4 很慌 這隻不害怕的 這隻 上網和指示幾個都說 這隻先拿著它 這隻不害怕 這隻它的業績那麼厲害 但是你說它的股價 就是升了兩天之後 叫它回一回合 那麼合理的 那這些位置 那這些位置 你也是那句 你怎麼說這些 即現在這些位置先 對呀 不害怕 而且你看它的圖都頗漂亮 那你真是害怕的 大概以一些 接近二十七元 這些位置賭作指示位先 指示位先都不害怕 好啊 有幫的收購 怎麼看啊 它那個是入股 就是它那個的形式 其實是 類似是 入股油柱保險 就是有一個公司 我不知道什麼油柱什麼 那是兩成幾股權 我想它當作是一個 策略性的投資 因為它本身 我想它最主要是拿多些名氣 對於它 因為它內地 它自己在做 它有很多地方 自己在做的 不是這個 它都說到明是一個 它都是 應該不會透過它的網絡 去買保險 它類似的 就是它幫這個 油柱保險 這個舊東西 可能幫它做些什麼 行動更新 做這些東西 可能它類似豐富 一些產品作為 但是 我覺得中性 你說對它的幫助 不是很大 或是一般 但是起碼反映 就是它真是未來的時間 一定是 那個重點在內地的發展 所以這宗消息 我覺得是中性 黑豪文有什麼可以買的 可以買嗎? 今早我在撈推銷 11900 你買是買 升了 11900這些 這些我不怕的 選擇那些 2343那些 可以嗎? 2343 OK的 這些 這些 韓版法還有小 就不怕 好 股 銀債 金金理由關你的事 你想買嗎? 60歲 對 你應該沒有多久 對 我記得是7月中 好像年年卡 年年卡的算 年年卡的算 現在不時才有抽升一陣 是不是 妖股 妖股 我又沒有去特別研究 但是 這些股份好像業績表現都是一般的 這樣 美元是否要上了 金金是否還要跌少少呢? 嗯 嗯 美金我都覺得適合 因為它那個 那個 那個業務是 不是適合 那個經濟數據是厲害的 今晚都厲害 是的 那你別玩了 你的未夠了 真的 這麼潮玩YouTube嗎? 但是 但是 但是你說 美元再上 金價 我也覺得會下一些 但是我之前不是說那些 金融股不差的 不過你放了 什麼再買回 其實就是短炒 但是如果你這樣算 GX是甚麼情況 昨天說什麼大摩升得好多 先啊 它說 估得好啊 昨天你炒上去那一刻估得 因為昨天那些美股都是 升了上去之後都回得很快 那 什麼美股再介紹 暫時沒得深水 不過 不過我覺得 你其實買下去都 就是 買美股呢 我覺得沒有所謂 就是你其實甚麼都 就是現在 現在美股的勢呢 我只會這樣說 過了這個星期 看看下個浪 翻個數是甚麼情況 然後再想到美股 因為始終我覺得 不用不急著 好啊 400啊 今天又升那麼多 前日銀的 算了 普通深成 一成 這隻要做甚麼 這隻 他做些東西好像都很會 開出網絡 這些東西做 現在很多很多 那些 他那些業務好像很廣泛 是的 他好像有些 他做一些 投資其他公司的 一些範疇的東西 我有少少少研究過他 不過我就 不算說很認真的研究 但是這隻就算了 我想這隻 我暫時沒有甚麼興趣 理他 聽說真 3868 之前聽你說過 現在又可不可以入 信義人員 信義人員 我這隻 現在還入 現在才入 升得上來了 Linda 但是升得上來 這些比較多 我不要這樣叫你追 Linda 你開玩笑 下次呢 如果你有時的股份 你有興趣 其實真的 不妨先入少少 但是你現在升得上來 你再入 下次已經有些風險 Linda 所以你又真的想買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下一點 可能四個半 才再想 好 等一下 你幫人問 那不是 抽吧 這些銀發債券 又沒有甚麼 現在這麼進的嗎 哪個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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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 好過 KT 他們那些中間更熟 很多人都有 但這隻 但這隻 問題是 你看到他那價 95元左右的位置 你都大 你看到他每一次 上到那些位置 都好像破不了 破不了 是啊 9元有貨 嗯 不是 Jason 他現在有Wing出來炒 他下去都是 大概在85 95的位置上落 所以你90元有貨 其實你現在嚴壓上 要是你先拿去 幾天你等到大概80多元的位置 再加上也行 因為他現在的鎖鎖鎖 正在走這個鎖鎖鎖鎖 就是他好像 那個市場那樣 某個方向 所以變成 你說現在有貨 就先拿去 但你又去論他前景 又差不去 就是101 我記得 阿Kym也是 都是在這些位置 拿著他不怕 好 大家先拿著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亦都麻煩Stanley 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是的 Kym成功 記載我先回答 有沒有遲有以上題目的部分 這一節好像沒有 這一節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這一節 沒有了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